母親節一早 黃先生和太太回到家門口 看到樓下鄰居 他突然伸出右手給對方一個拐子 陳老先生秒怒 認為對方蓄意挑釁 拿起手上的雨傘當武器 兩人拉拉扯扯 推擊中黃姓男子被推倒在地 他不甘心 起身後拿起鑰匙圈 上頭有折疊刀 他深怒下對著樓下鄰居猛刺 直到對方倒地才罷休 案發現長血激斑斑 老先生大量失血被緊急送醫 樓上樓下鄰居為何起衝突 原來因為天花板漏水問題 兩家長期爭吵 這一早狹路相逢 樓上鄰居先出手挑釁 雙方爆發了肢體衝突 老先生左頸 左腹部還有手臂 都有刀傷傷勢嚴重 而五十七歲的黃男 左手虎口遭到雨傘打到韌帶斷裂 鄰居間因為漏水問題 長期積怨 無法和睦共處 動手挑釁 出口怒嗆 還揮刀砍人 兩家人這下徹底撕破臉 記者劉士偉 邵紫陽 艾森小組 台語道